龙旭 叶公子 第2251章 我要留在这 刘家辉见红元山开始耍起了流氓 便知道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再跟对方讲道理了 于是他表情逐渐平静下来 开口问道 红老先生 这件事情您到底想怎么解决 干脆就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吧 红元山看了看刘家辉 又看了看刘曼琼 冷哼一声道 刘先生 你也别说我这个人不够意思 我知道你女儿并没有动手伤害我红门成员 也没有动手伤害我的干孙子 所以你只要拿一千万美金出来 就可以把他带走 一千万美金 刘家辉仿佛被踩了尾巴 脱口赤道 你有没有搞错啊红老先生 你自己都说了 我女儿并没有动手 没动手还要拿一千万美金 你这也未免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红元山冷笑道 怎么 区区一千万 对刘先生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 但反过来 对我红元山来说就不一样了 我红门上上下下 好几千人等着吃饭 没有钱 他们就只能上街去讨饭吃 没有钱 他们就只能去干一些你们这种人 不希望他们去干的事 你以为你只要给我一个人交代吗 你要给我整个鸿门一个交代 红元山这种老江湖早就把威胁别人的手段炼得炉火纯青了 刘家辉也不是傻子 红元山这番话的意思 无非就是拿红门作为威胁 他虽然有钱有势 但越是像他这样有钱有势的人 越是害怕那些要钱不要命的 现在女儿给了红元山要钱的把柄 自己不出点血 恐怕是不可能顺利把他带走 于是 他咬了咬牙 开口道 红老先生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一千万美金太多 我出两百万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 您看如何 两百万 红元山不屑地说道 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难道我红元山的脸上写了叫花子三个字吗 刘家辉往刘曼琼身边一坐 开口道 两百万美元 要是还不行 那我今天就任由你红老先生处置了 你觉得怎么解恨就怎么来 我都可以 别看刘家辉平时整个人乐呵呵的笑容不断 但他骨子里也有很强的街头色彩 他很清楚 今天如果自己在红元山面前当了一把冤大头 那将来红元山就会把自己当成提款机 自己今天肯定是要出点血了 但是一定不能让他百分百满意 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也是有脾气的 红元山真的没想到刘家辉一个千亿富翁 竟然跟自己耍起了混 他现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立刻让红元山感觉有些棘手 他虽然是鸿门门主 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对刘家辉怎么样 毕竟李家人去了英国发展之后 港岛最有钱的 差不多就是他刘家辉了 如果自己今日真把刘家辉怎么样了 明日全港岛就会知道 届时自己肯定会遭受口诛笔伐 港岛警方迫于压力 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他还真不敢把刘家辉怎么样 于是他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 笑着说道 刘先生果然有气魄 我很欣赏 刘家辉哼笑一声 开口道 红老先生 行与不行 您给我一句话 红元山点点头 开口道 刘先生 我明人不说暗话 今天这件事情五百万美元 刘家辉皱了皱眉 随即指着刘曼琼与叶辰 高声道 五百万美元可以 但我要把他们两个人都带走 红元山笑出声来 哈哈 刘先生 你可能没搞清楚状况 之所以让你来 是让你来解决你女儿的问题 而之所以让你来解决你女儿的问题 是因为你女儿在这件事情里面并非主犯 所以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你一个解决矛盾的机会 说着 他手指向夜沉 冷声道 至于这个小子 你今天就是出再多的钱 也不可能把他带走 因为我要他的命 刘家辉眼看红元山一脸杀意 头皮不由的一阵发麻 他看得出 红元山是真想要夜沉的命 可是夜沉要真在港岛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自己跟一苏航运的合作 恐怕就要永久的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于是 他连忙对红元山说道 红老先生 我刘家辉今天过来 就是要跟您彻底把问题解决掉 您就直接告诉我一个价码 究竟花多少钱才能让我把他们两人都带走 大不了我再加多点钱你 红元山的眉头不由一簇 冷声道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他绑了我红元山的干孙子 刚才还对我口出狂言 我要是放他走 我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刘家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说道 红老先生 小叶这个人出来乍到 对港岛情况不熟 对您可能有些冲撞 我带他跟您道个歉 另外也求您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一马 大不了我再多加点钱 加到一千万 红元山已经跟中云秋谈妥了三年 六千万美元的条件 又怎么会被刘家辉 这区区一千万打动 更何况 他放刘曼琼走本身 对他没什么损失 相反 如果他作为鸿门门主 去跟刘曼琼一个女孩子过不去 明天全港岛都会鄙视 他的所作所为 所以 刘家辉出个几百万美元 把刘曼琼赎走 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笔意外之财 少说能买几辆劳斯莱斯 自己何乐而不为 可是 如果自己今天把夜晨放走 那传出去 自己可就真没法混了 于是 他看着刘家辉 冷声道 刘先生 我让你拿五百万美元带你女儿走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要是识相 就写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 立刻带你女儿离开这里 你要是不识相的话 那就别怪我改变主意了 刘家辉也意识到 红元山肯定不会答应放过夜晨 自己想救他 怕是也没办法了 到时候 夜晨死在红元山的手里 自己跟伊苏航运的合作 肯定也就泡汤了 所以眼下 自己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拿自己和女儿的安全冒险 想到这 他便咬了咬牙 对红元山说道 好 五百万就五百万 我现在就开支票给你 刘曼琼一听这话 就知道爸爸已经放弃了夜晨 于是毫不犹豫地脱口说道 要走你自己走 我要留在这陪夜晨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两千二百五十二章 我叫个人过来见你 刘曼琼的话 让刘家辉听得目瞪口呆 他下意识地问道 你疯了 你不知道你留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吗 我不管 刘曼琼表情坚定地说道 是刘是走 是死是活 我都要跟夜晨一起 刘家辉急了 脱口道 曼琼 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 现在是只要能走一个人 就好过两个一起死 刘曼琼目光坚毅 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用劝我了 你自己走吧 刘家辉气得直跺脚 你脑袋袖斗了 你留在这里 什么都做不了 刘曼琼冷声道 我说了 我不管 我就是要留下来 陪夜晨一起 干 刘家辉咬了咬牙 一边掏出支票簿 在上面不断地写话 一边咬牙道 以前什么都有着你 但是今天绝对不行 说吧 他将写好的支票撕了下来 拍在红元山面前 冷声道 五百万美元支票在这 我带我女儿离开这里 红元山接过支票看了看 确认无误之后 将支票塞进兜里 但然道 要走快点走 我的耐心已经快被耗完了 刘家辉不敢耽搁 伸手抓住刘曼琼的胳膊 高声道 现在就跟我回去 我不走 刘曼琼顿时急了 一边竭力对抗刘家辉 一边下意识去抓叶晨的手 双眼已经控制 不住留下两行热泪 叶晨于心不忍 便开口道 刘小姐 你不用担心我 还是跟刘先生回去吧 剩下的这点小场面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 刘曼琼不知叶晨 这番话是发自肺腑 还以为叶晨是想劝自己离开 顿时哭着说道 我不走 我要和你在一起 叶晨非常认真的说道 刘小姐 我真不会有事的 你先跟刘先生回去 我二十分钟后就到 刘曼琼拼命地摇头 因为害怕被爸爸拽走 五指与叶晨手指紧扣 哭着说道 我不要二十分钟 我要和你一起 你走我走 你留我留 对刘曼琼来说 他于情于理 都做不到抛下叶晨一个人走 毕竟叶晨是为了自己 才跟那帮人动的手 自己怎么可能 在这种时候一走了之 只是刘曼琼并没察觉到 此时此刻驱使着自己留下来的动力 不只是单纯的道义 他的心里对叶晨已经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他二十四年的人生旅程里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刘曼琼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 此刻的他只是想留下来陪在叶晨身边 仅此而已 红元山有些不耐烦了 立声吼道 干 你们来我这里眼穷摇拒了 说吧 他指着刘曼琼 高声骂道 实相的就赶紧跟着你老爸滚远一点 不然的话我连你一起收拾 叶晨眉头顿时紧促 冷冷道 狗东西 你妈没教过你 跟女孩子说话要礼貌一点吗 红元山最后的耐心已经快被消耗殆尽 指着叶晨冷声道 曹 小子 我他妈忍你很久了 说吧 他指着林教头 立声道 林教头 立刻把这小子的舌头给我扯下来 林教头眯眼看着叶晨 冷冷道 小子 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了 叶晨看着他 冷笑着问道 我看你也是个武者 怎么会跟这么一帮垃圾混在一起 你苦练武道 就是为了给这种垃圾当狗吗 林教头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眼睛 脱口问道 你 你怎么看得出 我是武者 此时的林教头 心中有些慌乱 武道修为 向来是尚能看下 而下不可看上 叶晨能一眼看穿自己是武者 自己却看不出他的修为 这就说明 叶晨很可能实力在自己之上 如果叶晨是四星武者 那他确实有狂的资本 如果叶晨是五星武者 那他动动手就能轻松反杀 叶晨眼见林教头有些慌乱 便故意道 我是看不出来什么 但我听别人说起过你 他们都说你是个三星武者 其实叶晨不过信口胡周 他并没听谁说起过这个人 以及这个人的修为 而他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不想让林教头耸得太快 毕竟林教头是这些人里 实力最强的一个 万一他耸到不敢动手 那这就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林教头一听这话 原本玄智的心 灯石放了下来 他这个三星武者 在鸿门以及其他帮派群体中 确实非常出名 整个港岛的道上 几乎都知道自己的威名 以及自己的实力 叶晨听说过自己 是三星武者的事情 倒也不足为奇 于是他松了口气 一脸巨傲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 我以前是万龙殿的三星战将 叶晨微微一愣 挑了挑眉 一脸笑意地问道 哦 你以前是万龙殿的 就是那个雇佣兵组织万龙殿 林教头冷冷道 没错 叶晨又问 那你归谁管 万破君 林教头怒道 放肆 万龙殿殿主的威名 岂是你能直呼的 叶晨很是好奇地问道 你既然这么尊重万破君 怎么会离开万龙殿 难道是被赶出来的 林教头脸色 顿时涌上一阵羞愧 旋即便气急败坏地吼道 我的事情 与你何干 说吧 他看着叶晨 冷冷道 小子 听乌鸡说 你身手不错 我来领教领教 话音刚落 林教头忽然朝着 叶晨冲了过来 刘曼琼也不知 哪里来的力气 瞬间挣脱刘家辉的手 便要挡在叶晨面前 结果却被叶晨拉到身后 面对林教头的攻势 叶晨眼都不眨 淡淡道 你既然是万龙殿的 那我不想跟你动手 没意思 林教头停住身形 问叶晨道 怎么 怕了 叶晨摇摇头 怕是不可能怕的 我叶晨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怕过 说着 他伸了个懒腰 淡淡道 我就是玩累了 不装了 摊牌了 林教头皱眉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我这是给你一个 公平较量的机会 你要是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叶晨摆了摆手 淡淡道 跟我公平较量 你不配 林教头感觉 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怒喝道 小子 你他妈不要太猖狂 真以为我不敢动手吗 叶晨淡然道 猖不猖狂 一会儿再说 我叫个人 过来见你 龙婿 叶公子 第2253章 这么生猛的吗 叫人 林教头不屑地 冷哼一声 怎么 你还想找帮手 叶晨笑道 不算帮手 你们不是想知道 钟子涛的下落吗 我可以 现在就打电话 安排人把他带进来 红元山冷笑道 小子 你他妈真是死到临头 都不自知 你以为你打电话 找两个帮手过来 就能让你安全脱身了 我告诉你 在我红元山的地盘上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 也带不走你 叶晨笑道 我不必谁带我走 等我收拾完 你这条老狗之后 会自己走着 离开这里 到时候你会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爬着 像狗一样叫着送我出去 你他妈的 红元山彻底暴怒 他指着叶晨 对林教头吼道 杀了他 立刻 马上 一旁的钟云秋 灯是慌了 他连忙 对红元山说道 干爹 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啊 干爹 毕竟紫涛还在他的手里 我听他这话里的意思 好像是他 还有同伙在外面接应 要是我们轻举妄动的话 说不定对方会对紫涛下手 钟云秋最担心的就是 自己儿子的安危 在没见到儿子之前 他也不敢让红元山 真把叶晨怎么样 毕竟万一把叶晨逼急了 他的同伙在外面撕票 那自己这宝贝儿子可就没了 红元山也知道 眼下要确认钟子涛的死活 否则万一钟子涛真出了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么钟云秋答应的 三年六千万美元 肯定也就泡汤了 于是 他看着叶晨 冷声道 小子 如果子涛能平安回来 我就让你死个痛快 不然的话 我让你生不如死 叶晨淡然一笑 你等着 说吧 他掏出手机 给万破军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直接到酒吧门口 那辆特斯拉跟前 等车辆解锁之后 就把后备箱里的钟子涛带进来 随后 他又对身边的刘曼琼说道 曼琼小姐 你那辆车应该可以远程解锁的吧 刘曼琼轻轻点了点头 有些疑惑地问道 叶晨 你找了谁过来帮忙 叶晨随口道 一个朋友 你不用担心 把车解锁就行了 好 刘曼琼掏出手机 将车辆远程解锁 门口 万破军带着万龙殿 两大战王 已经站在特斯拉跟前等候 车辆解锁之后 万破军打开后备箱 见里面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家伙 便对身边的陆浩天说道 浩天 你扛着他 遵命 店主 陆浩天不假思索 一只手将钟子涛从里面拽了出来 扛在了肩膀上 随后 三人便大摇大摆地迈步走进浪潮club 门口负责戒备的小弟 立刻拦住他们 高声道 今天这里不做生意 还请诸位离开 万破军 微微皱起眉头 看着他问道 你确定 那小弟被万破军杀意 十足的眼神 吓了一跳 慌乱地说道 我 我去问问 说完 连忙转身跑进来 慌张地喊道 门主 外面有三个人 要进来 哦不对 是四个人 有个人肩膀上 还扛了一个 红圆山皱了皱眉 立刻猜出对方扛着的应该就是自己的干孙子 钟子涛 于是他嘴里喃喃道 三个人 三个人就敢来我这里踢场子 不知道我这里有一百多好人吗 让他们进来 那小弟 慌忙跑回门外 对万破军说道 几位请进 万破军没说话 脉步便带着陆浩天 陈忠雷两位战王走了进来 此时的红圆山 满脸得逞的笑意 他觉得 叶晨这小子不仅狂地没边 而且还蠢地要死 于是 他一脸戏谑地看着叶晨 笑着说道 小子出入江湖 不能只顾着装逼 要多动脑子 这种情况下 我甘孙子才是你唯一的王牌 如果换作我是你的话 我一定会拿着这张王牌打到底 没想到你竟然主动 把这张王牌送了回来 果然是智商感人 像你这么蠢的后生 我出来混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叶晨此时已经看到万破军三人 于是便笑着对三人说道 来破军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港岛 鸿门门主 红元山 这老狗正在传授我一些行走江湖的经验 你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站在叶晨面前 剑拔弩张的林教头 此时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他本以为叶晨叫来几个帮手 肯定也只有送死这一条路 可当他看清来人的时候 他整个人瞬间感觉五雷轰顶 大脑瞬间一片强烈的眩晕 眼睛甚至已经开始开不清事物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在这里 看到万龙殿的殿主万破军 以及万龙殿四大战王其中之二 当初叶灵山一战 外界并不知道真实战况 所有人都以为万龙殿碾压了叶家 但不知道 其实万龙殿四大战王 在叶晨手下死了两个 现在的万龙殿 金字塔顶只有三人 一个是万破军 另外两个就是陆浩天和陈忠雷 如今已经全在这里了 即便在万龙殿的时候 林教头也没什么机会 与万破军如此近距离接触 他的直属上司是一名五星战将 而那名五星战将 则隶属陆浩天麾下 所以忽然看到万破军三人 林教头只感觉浑身血液 仿佛被抽空 只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 就像是在做梦 此时此刻 红元山并未注意到 如遭雷击的林教头 他刚才又被叶晨骂做老狗 心中已然愤怒至极 于是他指着万破军三人 对叶晨冷笑道 小子你真以为叫来这么三个衰仔 就能保你平安无事了 我告诉你 今天不光是你 就连这三个衰仔 也别想活着离开 万破军愣了愣 忍不住开口问道 港岛本地的帮派 都这么生猛的吗 红元山冷笑道 怎么对港岛一点了解都没有 就赶到这里来放肆 信不信我让你们几个 有命来没命回 万破军笑着摇了摇头 旋即看向叶晨 恭敬道 叶先生 这条老狗这么能叫唤 肯定让您狠心烦吧 需不需要属下让他闭嘴 叶晨笑道 狗爱叫就让他叫 如此老狗 他跑也跑不快 咬又咬不动 你再不让他叫唤 他要憋死的 红元山此刻已经忍无可忍 他看着一脸呆滞的林教头 怒喝道 林教头 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杀了他们 陆浩天这时候 才注意到那个 一动不动的林教头 他眉头不由一皱 开口问道 你是林飞扬 林教头一听这话 仿若混沌之中 瞬间惊醒 紧接着他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无比恭敬地产生道 属下林飞扬 参见店主 参见白衣虎王 参见青木狼王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254章 万龙殿之主 林教头忽然跪在地上 让在场除了叶晨 以及万龙殿等人之外的所有人 都看得瞠目结舌 如遭雷击 要知道 林教头在港岛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顶尖存在 港岛城市并不算大 别看这地方本身鱼龙混杂 但在很多武道高手眼里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棋身之所 就拿港岛的帮派成员来说 远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么牛逼 在真正的帮派面前 他们不过就是一帮玩泥巴的弟弟 这里的帮派成员犯了点事 做一个小时的船去大澳 就算是跑路了 这要真说出去 怕是要被外面的人笑掉大牙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华人帮派都远赴日本 或者更远的北美发展 究其原因还是这里实在没什么发展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林教头才能成为整个港岛帮派成员里 战斗力的金字塔尖 就算是红元山这样的元老人物 面对林教头也得是恭敬有加 可就是这么一个众星捧月般的人物 却忽然给别人跪了下来 而且整个人抖得如得了 帕金森一般 这简直颠覆所有人的三观 这帮人精的说不出话 红元山更是吓得魂飞魄散 他毕竟是老江湖 不像其他人精的大脑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他是一下子就抓住了林教头话中的重点 店主 什么店主 难道这个人是万龙殿的店主 想到这里 他整个人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双眼紧盯着林教头 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 此刻 万破君看着林教头 眉头微醋 冷声问道 你是万龙殿的成员 林教头低着头 惭愧无比的说道 回店主 属下 属下 属下曾是万龙殿一员 两年前离开了万龙殿 万破君质问道 为何离开 因为 因为 说到这里 林教头一下语色 他没有脸当着万破君的面 说起自己被万龙殿驱逐的过去 万破君见他唯唯诺诺 吞吞吐吐的样子 立声喝道 你曾是万龙殿一员 却像个废物一样 低着头唯唯诺诺的 成何体统 给我抬起头来 林教头吓得浑身俱颤 可是 万破君的威压 让他不得不逼迫自己抬起头来 迎上万破君如具一般的目光 这一刻 他整个人情绪崩溃 放声大哭道 店主 是属下触犯了万龙殿的纪律 所以被驱逐出了万龙殿 属下被驱逐出来的这两年 没有一天不再渴望 能够重回万龙殿 还希望店主 您能法外开恩 让属下能够继续为万龙殿 小全马之劳 万破君转过身 看着陆浩天 问道 浩天 他因何被驱逐 陆浩天答道 回店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这个 为了追求修为突破 违反禁令滥用禁要 按照万龙殿的法则 滥用禁要者 当逐出万龙殿 万破君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林教头 质问他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不准万龙殿 成员使用禁要 林教头哭着说道 属下知道 禁要虽然短时间内 对提升实力 有很大的帮助 但其本质属于 超前透支人体潜力 对使用者本身 有极大的副作用 比大鱼利 得不偿失 万破君看着他 手指向一旁 胆战心惊的红元山 再次质问道 虽然你已经被逐出万龙殿 但你毕竟曾经是我万龙殿的一员 每一个曾在万龙殿效力的不忠都是有傲骨的 可你为何自甘堕落 要为这种不入流的垃圾卖命 林教头痛哭流涕地忏悔道 殿主属下也是一时糊涂 利欲熏心 才被这老狗说动 成了鸿门的教头 属下丢了殿主 以及万龙殿无数兄弟姐妹的脸 还请殿主责罚 万破君开口道 你已经不是万龙殿的成员 你做任何事 都与我万龙殿无关 所以谈不上丢了万龙殿的脸 说吧 万破君看向叶臣 双手抱拳 恭敬说道 叶先生 此人虽已不在世 万龙殿不住 但也曾在属下麾下效力 如今他自甘堕落 助纣为虐在先 有眼无珠 得罪了您在后 属下也难逃责任 如何惩处 还请叶先生定夺 万破君这一席话 又让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叶臣身上 这一刻 这些人才明白 为什么叶臣一直都丝毫 不将红元山放在眼里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大boss 就连大名鼎鼎 威震四海的万破君 都要在他面前自称属下 这其中含义是什么 不言而喻 这意味着 包括万破君在内的万龙殿 所有人 其实都是在为叶臣尽忠 老狐狸一般的 红元山瞬间明白 自己今天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自己今天得罪的 竟然是万龙殿真正的主人 他几乎一瞬间便跪在地上 一边抽自己的耳光 一边哭着对叶臣说道 叶先生 在下今日有眼无珠得罪了您 还请您不要跟我这把 快要入土的老骨头 一般见识 叶臣笑了笑 别 你不是什么老骨头 你就是一条老狗 红元山内心的恐惧 已经碾压了他内心的 所有愤怒与屈辱 他忙不迭地连连点头 您说的对 在下 在下就是一条老狗 一条只会吟吟狂吠的老狗 求您看在在下 已是一把年纪的份上 饶了在下这一次 叶臣冷笑道 你刚才还要杀了我 现在跪在地上 说自己是条老狗 就想让我放过你 我叶臣 如果这么好说话的话 以后拿什么扶住 红元山浑身一颤 哭着说道 在下 在下刚才只是成口舌之快 并没有什么恶意啊 哦 叶臣哼笑道 原来是成口舌之快 你刚才说 要让林教头干什么来着 哦对了 你让他把我的嘴撕开 再把我的舌头扯出来 我没说错吧 红元山下的整个人 抖如康筛 结结巴巴的说道 在下 在下 在下那都是信口胡舟 不 不是 在下那都是放屁 是放狗屁 叶臣摆摆手 红元山 你怎么说 也是个老江湖了 你用你自己的经验 来分析一下今天的事情 你觉得你跪在地上 求我几句 然后再把你自己羞辱一番 这件事就能这么过去了 你出来混了这么多年 遇到跪在地上 求你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你又是怎么做的 红元山看着叶臣那冷酷的表情 心中立刻明白 今天这一节 自己肯定不可能平安度过了 想到这 他老泪纵横地问叶臣 叶先生 您 您究竟要在下怎样 您才能高抬贵手 叶臣挑了挑眉 淡淡道 很简单 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帐门龙序 叶公子 第2255章 你这老狗误我 红元山被叶臣的话吓得 险些当场心脏病发 要是按照自己 刚才放出的狠话 那叶臣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必然是要撕烂自己的嘴 再把自己的舌头扯下来 先别说自己这身子骨 能不能禁得住 就算能 经历完这些之后 自己怕是也没了半条命 想到这 惶恐无比的他 捂着胸口 强忍着心脏的剧痛 哭着对叶臣说道 叶先生 在下年纪大了 进不起折腾了 叶臣笑了笑 随口道 哦 没事 你要进不起折腾 就直接死着 反正你是死是活 我根本不在意 红元山眼睛都哭肿了 跪在地上 不停地向叶臣磕头 口中哭喊道 叶先生 在下真的知错了 求您高抬贵手 叶臣不由皱了皱眉 冷声道 车咕噜话 说起来没完了 说完 他看向跪在地上的临教头 淡淡道 念在你曾是万龙殿的一员 我可以让你保留你的修为 但是应该怎么表现 就得看你自己了 临教头一听这话 整个人顿时一睁 旋即他下意识地 看向红元山 怒喝道 红元山 你这老狗误我 说吧 他整个人立刻冲了上去 用双臂夹住 红元山的脑袋 双手猛地一撕 便将红元山的嘴角 撕开两条大口 红元山疼得 哇哇直叫 但临教头却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他 而是伸手 便要将他的舌头 也给扯下来 刘曼琼下的脸色惨白 脱口对叶臣说道 叶臣 这会死人的啊 叶臣深吸一口气 对临教头说道 算了 把他的舌头留着吧 待会让他跪在地上学 狗叫的时候 还用得着 遵命 临教头恭敬地退到一边 随后又重新跪在了地上 此时的红元山 哪还有刚才那个遗址气时 定人生死的气魄 他跪在地上 嘴角如小丑般鲜血淋漓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 一直哭泣 这种残忍的事 他对很多人做过 但这是第一次 回报到他自己身上 刘曼琼虽然心里 有无数个问题 要问叶臣 但这一刻 他还是忍不住 斥责道 叶臣 你不觉得 这样对一个老人 太过分了吗 叶臣转过身来 看着他认真道 曼琼小姐 你不要忘了 这都是他刚才 要对我做的事情 而且他还想要我的命 如果我叶臣 今天照不住这个场子 那我现在像他那样 跪在你面前的 可能就是我了 说不定 我还会死在你面前 现在我只是 给他一点点颜色 这还是给他 打了很大折扣的 所以我不觉得 我哪里过分了 相反 他还要感谢我 手下留情 红元山也连忙 含糊不清地说道 曼琼小姐 叶 叶先生说得对 是叶先生 手下留情 留了我一条狗命 刺客的红元山 心理防线 早已经完全崩溃 他现在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付出多少尊严 自己都要争取 活下去 刘曼琼 一下子有些错愕 他听明白了 叶辰话中的底层逻辑 而他内心深处 也很清楚 叶辰这番话 并无任何错误 如果此刻得适的是 红元山 那叶辰 肯定不可能活下来 相比之下 叶辰确实 已经很人道了 这时候 叶辰看着红元山 淡淡道 想杀我叶辰的人 有很多 虽然有些人 已经死了 但也有些人 还活着 我叶辰绝不会 像你刚才那样 动不动 就要把别人杀掉 我一般情况下 会给别人留一条活路 现在你想活命 我也可以 给你一个机会 就看你自己 能不能把握了 红元山心中 激动无比 顾不得剧痛 不住地点头道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把握 叶辰淡淡道 首先 我要你散尽所有家财 把所有的资产 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你一分钱都不能留 红元山虽然心疼 但也知道 钱没了可以再赚 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于是 他立刻点头说道 没问题 我接受 叶辰又道 其次 今天你的这帮手下 都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这个人 比较低调 不太喜欢身份 泄露出去 所以按理说 这些人 是要全部灭口的 叶辰这话一出 现场所有小弟 吓得屁滚尿流 不少人想跑 但此时门口一到身影 直接把想跑出去的人 全都扔了回来 站在门口的 便是万龙殿 一名五星战将 万破军 让他守住门口 就是要确保 不放走一个人 有他一人在 这些小混混 根本没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不少人刚跑到门口 就被一拳打成重伤 叶辰这时候 冷声道 所有意图逃走的人 格杀勿论 这话一出 现场再没任何人 敢轻举妄动 一百多名鸿门成员 纷纷跪在地上 哭着求饶 叶辰还事一周 高声道 我刚才说了 我可以给红元山 这老狗 一个活命的机会 也同样可以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们不珍惜 就别怪我叶辰 不客气了 众人吓得尽若寒蝉 不敢说话 叶辰这时候 才开口道 今天晚上 就安排你们上船 所有人到叙利亚 为万龙殿出宫出力 如果你们表现得好 十年之后 我会放你们回来 但是 如果有人意图逃走 同样是格杀勿论 众人一听这话 纷纷崩溃痛哭 去叙利亚当十年苦力 这帮平日七行霸市的小混混 哪能受得了那种罪 况且 一旦离开港岛 他们连个屁都算不上 更何况 是在万龙殿的麾下 万龙殿数万不中 随便拉出一个 也根本不是 他们能惹得起的 到时候 他们就是 任人欺压的奴隶 叶辰见众人 没有反应 便对万破君道 破君 既然给了他们活路 但他们不接受 那就全部干掉 一个不留 万破君不假思索地 点头说道 属下遵命 这一下 便将这帮混混 下的屁滚尿流 于是 一个个开始 不断地磕头 口中也不断哭喊着 我接受 叶辰见他们服了 这才问万破君道 万龙殿这次 来了多少人 万破君忙道 回叶先生 万龙殿一共来了 一百八十人 大部分已经潜伏 港岛各大帮派 核心成员的家附近 红元山听到这话 心里更是吓得发毛 原来万龙殿 早就设好了埋伏 把港岛各大帮派 和新成员全都囊括在内 这个叶辰到底要做什么 他都已经是万龙殿之主了 难道还会觊觎港岛帮派手里的这一亩三分地吗 这时候叶辰看着红元山 开口道 红元山 你年纪大了 我人到一点 就不让你去叙利亚了 就留着你在港岛继续做红门门主吧 红元山听闻这话 惊喜无比的磕头道 谢谢叶先生 高抬贵手 谢谢叶先生 高抬贵手 叶辰冷笑道 你先别急 我留你在鸿门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红元山忙道 叶先生 您请说 叶辰道 我要你在未来十年里 为万龙殿筹措一百亿美元经费 一百亿 红元山感觉五雷轰顶 哭着说道 叶先生 在下所有的资产加起来 也就最多一亿美元 您还让在下全都捐出去 您让在下怎么在十年时间筹措一百亿美元啊 叶辰指了指 他身边的钟云秋 淡淡道 你不是还有个孝顺的干儿子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256章 筹款经理 此时的钟云秋 虽然一直吓得双腿发软 但他心里还一直抱有一个侥幸的念头 那就是叶辰今天把红元山干掉 或者把红元山也弄去叙利亚 那样的话 自己就能彻底甩开红元山 这个定时炸弹了 天知道 钟云秋这些年 为了甩开红元山 愁掉了多少头发 他虽然也有几百亿港币身家 但一直拿红元山这个狗皮膏药 没什么办法 港岛这么小的地方 鸿门的成员就有成千上万 真要跟他钟云秋撕破脸 钟云秋根本防不胜防 更何况 他还有大量黑历史掌握在红元山的手里 如果红元山凉了 他其实才是那个最大的赢家 至于今天儿子挨的这顿揍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根本没打算放过自己 十年一百亿美元 这不但把自己现在的资产都吸空了 甚至连自己未来的盈利也都提前抽走了 他惶恐地说道 叶先生 在下 在下并没有得罪您啊 叶晨反问他 没得罪 你儿子今天要杀我在先 你找了红元山要杀我在后 你父子二人都想要我的命 你跟我说你没得罪我 我 我 钟云秋一时雨色 支支吾吾版天 惶恐不已地说道 叶先生 就算在下确实得罪了您 可您也不能狮子大开口 要十年一百亿美金吧 这可是将近八百亿港币啊 叶晨冷声道 我跟你开口了吗 这 钟云秋一下子无言以对 他哭丧着脸 说道 您跟红元山要 和跟我要有什么区别呢 叶晨看着红元山 笑道 听见没 你干儿子 看见你失了事 连一声干爹都懒得叫了 你别忘了 你今天之所以会栽到我手里 完全是因为他 红元山心里也早恨封了钟云秋 要不是他找自己帮忙 自己怎么会得罪 叶晨这个万龙殿真正的主人 现在自己沦落这个鸟样子 全是拜他所赐 可他竟然还想撇开干系 想到这里 红元山咬紧牙关 冷声喝道 钟云秋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今日有幸得叶先生 饶我一条狗命 你等着 只要我红元山还有一口气 就绝不让你好过 钟云秋吓得魂飞魄散 白手说道 干爹息怒我 干爹 我对您可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 而且今日的事情 你也不能都怪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啊 红元山冷声道 我不想跟你废话 叶先生已经说了 要我十年拿出一百亿美元 这笔钱我就找你出 一年十亿美元 你少一分我都要你的命 钟云秋几乎崩溃 哭着说道 干爹 你这就是要我的命啊 一年十亿美元 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 红元山看向叶晨 拱手道 叶先生 您只要给在下一句话 在下立刻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叶晨笑道 你在这里有这么多小弟 反观他就他和他儿子两个人 你想杀就杀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红元山恍然大悟 立刻对在场所有小弟说道 兄弟们 今日大家遭此劫难 全都是拜这个姓钟的所赐 现在他竟然还耍起无赖 要撇清干系 大家一起把他干掉 以解心头之恨 好 众人一想到 马上要被送去叙利亚 一个个也是满肚子怨气 无处发泄 一听红元山这话 大家仿佛是瞬间被激活的丧尸 纷纷扑向钟云秋 想直接把他生死活泼 钟云秋下的心惊胆寒 脱口喊道 叶先生饶命啊 您说的我答应 我全都答应 叶晨皱了皱眉 反问他 你答不答应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没说这个钱 一定要让你出 是你干爹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 你要是答应 也是答应你干爹 钟云秋是彻底服了 他知道 叶晨这是直接把自己的干爹 红元山荡成了黑手套 找自己要钱的脏活 以后必定是 干爹红元山来干 名义上跟他 叶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一想到这 他便在心中崩溃痛斥叶晨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十年一百亿美元 这是直接把自己榨干了 想到这里 他哭丧着脸 哀求叶晨道 叶先生 求您适当 降低一下数额 十年一百亿美金 确实太多了 我根本承受不起 十年五十亿美金 我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叶晨开口道 钟云秋 你的情况 我来之前 已经调查过了 你现在名下的资产加起来 至少有六七百亿港币 而且你现在生意 做得很好 每年的净利润也有好几十亿港币 所以每年拿出十亿美金给你干爹 对你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就算把这些钱拿出来 你依旧能活得很滋润 说到这里 叶晨微微一顿冷声道 所以我劝你 最好不要做一个守财奴 钱这个东西虽好 但是在命的面前 他只不过是个身外之物 钟云秋听到这里 便知道 叶晨不可能轻易让自己好过 十年一百亿 看来是躲不掉了 否则的话 都不用叶晨出手 满心愤怒的红元山 就能把自己杀死一百次 叶晨这时候 又对红元山说道 红元山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万龙殿的筹款经理 肩负着为万龙殿筹款的任务 但是你的筹款渠道 我建议你 只放在你干儿子一个人身上 只要在你自己没犯错的前提下 如果你的手下不服你的指挥 亦或者有人想把你干掉 我叶晨绝不会袖手旁观 红元山知道叶晨这是要给自己撑腰了 否则的话 一旦自己失去对鸿门的掌控 亦或者被钟云丘故人反杀 自己倒是恐怕还真不好招架 有了叶晨这句话 起码鸿门的成员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钟云丘更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当然叶晨也说了 这是在自己没犯错的前提下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绝不能靠着万龙殿去仗势欺人 不过这对他来说也就够了 有了今天的这个深刻教训 以后就算让他高调 他也不敢再高调了 钟云丘此时内心也是一片绝望 他知道这种情况下 自己就算想跟红元山撕破脸都没有可能了 要是放在之前 自己大不了拿出一大笔钱来 故人跟红元山来个鱼死网破 大不了以后离开港岛去其他地方发展 好歹还能留下大部分资产 可是现在 红元山是要替万龙殿筹措经费 有万龙殿撑腰 自己要是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恐怕万龙殿绝不会袖手旁观 说白了 叶晨现在是设了一个连环套 这个连环套一环扣一环 已经完全吃定自己了 于是他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开口道 叶先生放心 在下一定会尽全力筹措资金 叶晨冷省道 这话你跟我说做什么 你跟我说得着吗 我问你要钱了吗 是是是 钟云秋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连忙忏悔道 是我嘴贱说错了话 还请叶先生原谅 说完 他看向红元山 恭敬地说道 干爹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筹措资金 绝不让您为难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257章 真是大失所望 十年一百亿美元 对钟云秋来说 基本等于所有家业灰飞烟灭了 但是 好在叶晨给了他足足十年的时间 来分期支付这笔款项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他努力经营 尽全力让自己企业的赚钱能力 更上一层楼的话 说不定十年之后 还能保住一半的家产 所以他心里也被迫 接受了这个现实 除了自认倒霉之外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自己那个 尚在昏迷的儿子 拉过来暴打一顿 这时候 叶晨开口 对钟云秋说道 离开这里之后 如果你敢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的儿子 我就让万龙殿派人 把你们全家都抓到叙利亚去 你听明白了吗 钟云秋 吓得浑身一哆嗦 忙不迭地点头说道 叶先生 您尽管放一万个心 就算是给我一万个胆子 我也不敢把今天的事情 对任何人说起 好 叶晨点了点头 转而对洪元山说道 记住 你也是一样 洪元山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放心 在下一定守口如瓶 叶晨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那个嘴脸那么大 我是真不知道 你怎么守口如瓶 不过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 如果你把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你的下场就和钟云秋一样 洪元山知道惶恐地说道 叶先生 在下就算是死 也不会把今天的事情透露出去 叶晨满意地微微点头 开口道 一会儿等我走了之后 找一个信得过的医院 把你的嘴角缝上 其他人都会被送到叙利亚去 所以没人知道 你今天在这里的遭遇 不过从今往后 你自己这张脸 要好好的修饰一下 我建议你以后 弄个口罩戴上 要不把嘴露出来 你就还是那个鸿门门主 是是是 谢谢叶先生宽宏大量 洪元山一边磕头百谢 一边也终于松了口气 他最害怕的 就是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之后 自己这个鸿门门主 将彻底失去威严 出来混的人 其实没几个讲义气的 他们反而都非常势利 你今天得势了 他们一个个都像调狗一样 围在你身边 殷勤地摇尾巴转圈圈 可一旦你哪天失势了 他们不但会立刻跟你划清界限 甚至有的人还会反过来 撕着牙蒙咬你一口 如果明天港岛道上的人 都知道他洪元山今天被人撕烂了嘴 那他洪门 挥下数千小弟 恐怕一夜之间就能跑掉九成九 但是只要能够守得住这个秘密 那他明天还是洪门门主 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在场的 是一百多个小弟 将彻底失踪 不过这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 别看他只不过是个帮派老大 但他心里很清楚已将功成万古枯的道理 一脚踏空损失摆来个小弟 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 夜晨看着洪元山 淡淡道 你的个人资产要在明天晚上 之前捐献出去 你不得留任何一套房子 一辆车 甚至一分钱 听明白了吗 洪元山哭丧着脸道 先生您好歹给在下留一套房子 不能让在下六十多岁的年纪居屋定所啊 夜晨冷声道 据我所知 你洪名下不但有夜店 还有酒店 我只是让你把你个人名下的资产捐出去 又没说让你把洪门所有的资产也都捐出去 你怎么可能居屋定所 洪元山无奈 只能老老实实地说道 听明白了 在下一定照办 夜晨又道 还有你的第一笔十亿美元 要在三日内支付到位 如果万龙殿在三日之内没有收到这笔钱 那我就为你试问 你听明白了吗 洪元山点头如捣蒜的连声说道 夜先生放心 在下已经听明白了 三日之内一定把这笔钱支付到万龙殿的账户上 如果这笔钱有任何延迟的话 我就大意灭亲亲手砍了我这个干儿子 钟云秋脸都绿了 哭丧着脸说道 干爹您放心 不用三日 我两日之内就把这笔钱打给您 夜晨微微一笑 又对万破君说道 破君以后每年的这个时候 注意查收这笔经费 如果经费超时未到 一定要第一时间派人找到相关责任人问责 万破君一个刚刚迈入暗境的高手 按理说内心和精神都很强大了 但依旧被夜晨这一手绣的目瞪口呆 两久都没回过神来 夜晨只用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 就给万龙殿解决了十年一百亿美元的经费 这效率 这手法 这微操 就连万破君自己都瞠目结舌 这也让他心中对夜晨更加钦佩 与自己整日不苟言笑的方式截然不同 夜晨总是能在微笑之间给对手致命一击 这种境界完全不是自己能企及的 于是他毕恭毕敬地说道 夜先生请尽管放心 属下一定会按时追讨这笔经费 夜晨点点头 随口道 我建议你想象其他的渠道 每年从这十亿美金里 拿出一亿美金暗中给哈米德 要维持万龙殿在当地的绝对利益 就一定要确保哈米德的实力稳中有增 更何况这老哥也是我的老相识了 于情于理都要拉他一把 万破君不假思索的拱手说道 请夜先生放心 属下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将这笔钱通过最安全的渠道交到哈米德的手上 好夜晨笑了笑开口道通知你那些手下 先抽掉一批人过来把这些鸿门的小伙伴送上船 叙利亚的建设如火如荼 正需要他们这样的精壮年过去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 好 万破君立刻对陈忠磊吩咐道 忠磊通知下去 即可准备 陈忠磊当即点了点头 属下遵命 现场立刻遍布 唤起之声 这些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 身上吻着龙 画着风 能手持砍刀 从铜锣湾一路砍到新界的混混们 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要踏上叙利亚漫长的十年之旅 一个个哭得仿佛三岁的小姑娘 夜晨被他们娘们叽叽的哭声 搅得实在心烦 便对万破君说道 破君你记一下 现在都有谁在这哭鼻子的 给他们美人再加两年期限 话音刚落 所有人立刻停止了哭泣 有些实在控制不住的 干脆强行捂住脸 或者咬住了自己的胳膊 在他们眼里 夜晨已经成了魔鬼中的魔鬼 他们宁可去死 也不敢再惹到夜晨分毫 夜晨这时候叹了口气 摇头道 还以为港岛闻名的蛊惑仔实力强劲 没想到连一个回合都撑不过来 真是大失所望 没意思 我先撤了 说吧 他看向一旁依旧满脸骇然的刘家辉 笑着说道 刘先生 按咱们之前计划的 我晚上住您家 还方便吧 龙婿 夜公子 第2258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夜晨的话 让刘家辉 瞬间回过神来 他整个人 大喜过望 激动到身体 都有些轻颤 兴奋地脱口道 夜先生 看您说的 您住我家 那不是早就说好的了吗 您要是愿意 一直住下去 也是没问题的 夜晨微微一笑 刘先生真的是太客气了 说完 他转过身 看着表情震惊 又错愕的刘曼琼 开口道 曼琼小姐 我还是跟你的车走 可以吗 刘曼琼此时还无法消化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他整个人 仿佛都有些呆滞 刘家辉 见刘曼琼没说话 连忙道 曼琼 夜先生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 刘曼琼这才回过神来 有几分慌乱的 啰了啰两鬓肩的发思 对夜晨说道 可以 夜晨点点头 转而对万破君道 破君我先走了 这里交给你们 万破君拱手道 好的夜先生 属下会做好善后工作 夜晨转而又看向红元山 淡淡道 红门主 我要走了 你是不是要做些表示 跪在地上的红元山 急忙俯下身去 头也不抬的 恭敬道 恭送夜先生 夜晨摆摆手 你做的不对 具体该怎么做 我刚才跟你说过 红元山身体一颤 连忙发出几声狗叫 汪汪汪 夜晨点点头 红先生确实实实物 看来你能混到 今天这个位置上 绝非偶然 眼看夜晨要走 一直跪在地上的临教头 鼓起勇气 脱口道 夜先生 在下斗胆求您批准 在下重回万龙殿 在下一定为万龙殿尽忠 绝不再触犯万龙殿任何条例 夜晨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自甘堕落 助纣为虐 我看在万龙殿的面子上 没有教训你 已经是对你法外开恩了 又怎么可能允许你重回万龙殿呢 林教头一脸羞愧的低下了头 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夜晨想起什么 便开口道 这样吧 刚好你和这帮鸿门子弟 都要去叙利亚搞援助建设 而你又是他们的教头 这次你就继续做他们的管教 把这帮人给我好好管起来 如果你表现得足够好 倒是可以考虑让你重新返回万龙殿的序列 林教头感恩戴德的说道 谢谢夜先生 谢谢夜先生 夜晨没再看他 而是想起什么 对万破君嘱咐道 破君给费小姐打个电话 告诉他可以放人了 万破君立刻点了点头 恭敬道 夜先生放心 我这就通知费小姐 万破君知道夜晨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通知费可欣 可以让美国那边把陈赵忠遣返回来了 之前陈赵忠遣返的事情 一直压着没进入流程 就是费可欣在后面左右 而且以刘家辉所能触及的层面 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件事情背后 还有新进费家家主的掌控 如果美国方面今晚遣送陈赵忠回港岛 那他明天下午差不多就能到了 而夜晨嘱咐万破君的这番话 刘家辉和刘曼琼都没听出其中的隐喻 嘱咐过万破君 夜晨便对刘曼琼说道 曼琼小姐 请吧 刘曼琼有些紧张的点了点头 这才跟着夜晨走了出来 刘家辉跟在两人身后 脸上已经堆满了激动的笑容 虽然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夜晨究竟是什么身份 但是他看到夜晨与女儿走得这么近 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在这之前 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充当那个吸引毛驴 辣漠的胡萝卜 可是现在夜晨在他眼里已经不再是毛驴 而是如天神下凡 浑身上下布满强者气息的超级大牢 现在的他 迫不及待想让夜晨抓起刘曼琼 这根胡萝卜咬上一口 只要他把胡萝卜吞进肚子 那自己将来就真是有靠山了 其实刘家辉在港岛 虽然很有钱 但混得并不算顶尖 想到这 他心里便不经感慨 在港岛这个地方 你想混到底 不但要有钱 还要有威严 如果你只有钱 没有足够的威严 很多时候反而会招来祸事 就好像李家当年 是绝对的港岛首富那么厉害 可是依旧有人敢绑架他们的大公子 老子也是一样 我现在虽然也差不多 要成为港岛首富了 可是在面对红元山这样的人时 依旧没有绝对的影响力 如果红元山要跟我拼命 我他妈依旧会吓得屁滚尿流 最后只能找人说喝 或者花钱 稀释宁人 就好像我今天刚过来时那样 只能咬牙答应给红元山五百万美元 把女儿带走 可是明明是他甘孙子招惹了我的女儿 可我却要拿出五百万美元赔给他 这就是只有钱 但没有威严的最大弊端 如果我能有一个夜沉这样的靠山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夜沉是什么存在 他可是整个万龙殿真正的主人 如果跟他攀上交情 最好是让他成为曼琼的男朋友 那我岂不是在港岛横着走 恐怕不止港岛 在全世界我都能横着走 一念至此 刘家辉心里激动得无以复加 浪潮club的门外 除了刘曼琼那辆特斯拉之外 还有几辆劳斯莱斯 其中两辆便是刘家辉和随从的作家 他的随从此时还都在车边等候 见他出来 立刻恭敬地说道 老爷大小姐 混账 刘家辉忽然翻脸 对着几人怒斥道 为什么不跟夜先生问好 几人吓了一跳 连忙恭敬地对夜沉说道 夜先生好 夜沉觉得好笑 但也还是礼貌地点头 算是回应 刘家辉这时一脸谄媚地 对夜沉说道 夜先生既然你要坐曼琼的车 那我就不跟着你们 添乱了 刘曼琼见爸爸奉承的样子 心里虽然有意见 但也不好表露出来 于是他便把车钥匙递给夜沉 开口道 夜先生你来开吧 我有点累 可能开不了车了 刘曼琼并非刻意摆架子 而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对他来说过于紧张 他的心跳速度到现在依旧很快 整个人也有些发软 实在不敢开车 夜沉也很理解他的情况 顺手接过了车钥匙 可没想到 刘家辉却一脸责怪地说道 曼琼 你怎么能对夜先生呼来喝去 别忘了夜先生是我们家的贵客 夜沉当即开口道 刘先生 这点小事就不要上纲上线了 刘家辉见夜沉 好像是在维护刘曼琼 立刻堆满笑容 开心地说道 对对对 夜先生 您批评的对 是我的错 是我上纲上线 说完 赶忙对女儿说道 曼琼 刚才是老爸不对 你千万不要跟老爸一般见识 你要是累了 就在副驾驶上好好休息休息 夜先生肯定会照顾好你的 刘曼琼不太喜欢爸爸这样的嘴脸 于是便头也不回地走到车旁 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 夜沉看着刘家辉 开口道 刘先生 我们先走 好好好 刘家辉笑着说道 夜先生 您先请 夜沉坐进特斯拉的驾驶室 刚把车开动 一旁的刘曼琼便看着他 认真问道 夜沉 你到底是什么人 闻龙絮 夜公子 第2259章 不要太为难他 我 夜沉微微一笑 一边开车 一边淡然道 我说了 我叫夜沉 28岁 内地人 刘曼琼追问道 你不是 伊苏航运的助理吗 如果你只是 伊苏航运的一位助理 为什么整个万龙殿 都是你的 夜沉目视前方 一边操控 车辆左转 一边随口道 万龙殿 并非我所创 也并非 我出钱收购 只是我对万龙殿的店主 万破均有恩 所以他自愿 让整个万龙殿 效忠于我 说着 夜沉顿了顿 又道 至于伊苏航运的助理 我也只是 有情客串一下 你家里 也是做航运的 应该听你爸爸说起过 伊苏航运 在武装护航这方面 有万龙殿的密切配合 所以航运安全 全球第一 这就是我牵线搭桥的 刘曼琼不解的问道 万破均是万龙殿的店主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又怎么会欠你的恩情呢 夜沉笑道 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太方便细说了 不过情况确实就是这么个情况 刘曼琼又问 那你来港岛 到底要做什么 我不相信 你这么大的来头 会专门为了跟我爸谈个合作 亲自来到港岛 夜沉笑着说道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是来主持一场正义 刘曼琼追问 到底是什么正义 需要你亲自过来主持 夜沉想了想 开口道 对方是我父亲 生前的一位好友 他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才来到港岛 帮他主持这场正义 说着夜沉没等刘曼琼开口 继续说道 如果你要问我具体主持什么的正义 那我可能暂时没办法告诉你 我能告诉你的是 这场正义很快就会来临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就会离开港岛 应该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夜沉说这番话的时候 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打算 刘家辉虽然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曾经对自己的父亲食言 但他确实有个好女儿 所以看在刘曼琼的面子上 他也不打算给刘家辉太过严厉的惩处 但是这一切要建立在圆满解决中枢 所有危机的基础上 让中枢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港岛生活 让中枢和他的家人可以不受任何人威胁 让刘家辉在内的所有所谓的港岛大佬 都对中枢毕恭毕敬 做到这一点 再给刘家辉适当成见 在夜沉看来 就算是圆满解决了 其实刚才在震慑住洪元山 和钟云秋之后 夜沉很想转过身 问一问刘家辉 是否还记得当年 他给叶长英的承诺 但是话到嘴边 夜沉还是忍了回去 而他之所以没有今天 就直接对刘家辉公开身份 就是不想让刘曼琼知道 自己这次来 是为了教训他的爸爸 刘家辉就算在混蛋 他依旧是刘曼琼的爸爸 而刘曼琼虽然表面上 对刘家辉一直充满芥地 但夜沉看得出 他心中与刘家辉 依旧妇女情深 刘家辉能为他买下一整条街 赔钱让失去母亲的刘曼琼 还原童年的记忆 敢为了他一个人进夜店 跟洪元山谈判 也足看得出 他对这个女儿的重视 所以夜沉对刘家辉 多多少少有些改观 也打算在处理刘家辉这件事的时候 尽量避开刘曼琼 此时刘曼琼看着夜沉 问道 你来主持正义 为什么要跟我爸爸接触 你所谓的谈合作 应该是假的吧 夜沉耸了耸肩膀 谈合作倒也未必就是假的 一速航运实力快速扩张 确实对提升运力 有很大的需求 你爸手底下的航运公司 虽然有一定的运力 但又无法将运力 百分百转换成收入 所以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合作 算得上是优势互补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刘曼琼迟一片刻 问夜沉道 那你主持的这场正义 和我爸有关系吗 夜沉不想欺骗刘曼琼 所以便干脆摇了摇头 这个暂时无可奉告 刘曼琼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看着夜沉 恳求道 夜沉 你我刚认识不久 我在你面前肯定人情言微 但我还是想拜托你 如果这场正义和我爸有关系 请你尽量不要太为难他 夜沉看着刘曼琼满是哀求的眼神 心中没有来的一阵心疼 于是他微微一笑 问道 其实你跟他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是吗 是 刘曼琼点了点头 认真道 他虽然做了对不起妈妈的事情 但是对我和妹妹一直非常尽心 他这个人只是太好面子 在自己的女儿面前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所以只会拼命用行动 或者用物质来弥补 这些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看在眼里 说着 刘曼琼眼眶微红的南南道 只是我的性格 跟他也有些相似 我也不愿意在他面前承认 我已经原谅了他 所以依旧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夜沉听到这里 微微点了点头 认真道 你放心 我答应你 谢谢你 夜沉 刘曼琼这才松了口气 他的潜意识已经察觉到 夜沉要主持的这场正义 八成和自己的爸爸有关 而夜沉刚才在夜店里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又太过惊人 所以他很清楚 一旦夜沉跟爸爸过不去 那爸爸绝无反抗的可能 所以他只能先求夜沉 答应自己 不要太为难他 只要夜沉给了这个承诺 这件事情真的和爸爸有关 那相信夜沉 也会对爸爸高抬贵手 此时 刘曼琼回想起 夜沉刚才的话 心中忽然有些失落 他问夜沉 你做完你要做的事情之后 就要离开港岛了吗 对 夜沉的点了点头 开口道 处理完这件事情 我就走了 刘曼琼忙问 那大概要处理多久 很快吧 夜沉随口道 快则一两天 慢则两三天 这么快 刘曼琼心中的失落瞬间 被无限放大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夜沉 听闻他很快要走 心里却有一种强烈的不舍 只是他也知道 自己与夜沉不过才刚刚相识 就算心中确实不舍 也不应该把这种不舍的情绪 表露出来 于是他便故作轻松地笑着说道 时间这么仓促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就赶紧告诉我 我帮你安排一下行程 夜沉笑道 我也不是来旅游的 所以也没什么想去的地方 说到这 夜沉忽然想起什么 开口道 哦 对了 慢穷小姐 我走之前 你再请我去你的小吃街 吃顿饭吧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2260章 不知夜先生欢不欢迎 刘曼琼听到夜沉的话 心中那股不舍的情绪更加强烈 他故作轻松地笑着说道 好 那就明天晚上再带你去 说完之后 他忽然发现 自己跟夜沉好像没了话题 之前的话题 他不敢再往下问 而现在 他也不知道 该跟夜沉聊些什么 其实他想问夜沉的 还有很多 比如问他是内地哪里人 28岁有没有结婚 亦或者有没有 正在拍拖的女朋友 亦或者 问他愿不愿意 在港岛多待上一些日子 因为自己还有很多 从来没跟其他人 分享过的地方 想要带着夜沉 一起去走一走 看一看 尝一尝 可是这些问题 没有一个是他敢问出口的 他首先是不敢问 其次也是不敢听到夜沉的回答 于是车里忽然间陷入沉寂 港岛多雨 车开到半路 天空中便开始飘落雨点 原本还在用余光 偷看夜沉的刘曼琼 整个人看着车窗上的雨点 有些失神 夜沉看着车 不时用余光 看他一眼 见他失神的模样 便下意识 问了一句 在想什么 啊 刘曼琼忽然回过神来 理了理柔美的发思 对夜沉微微一笑 低声道 没什么 在看雨 夜沉很是好奇 雨有什么好看的 你喜欢下雨天 刘曼琼摇了摇头 不喜欢 我讨厌下雨天 夜沉笑道 港岛多雨 对你这个讨厌下雨的人来说 好像是不太友好 是啊 刘曼琼抿了抿嘴 苦笑道 很多不好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下雨天 就会让人更沮丧 而后就会让人对下雨心生反感 夜沉似乎是猜到了什么 轻轻点了点头 便立刻插开话题道 对了曼琼小姐 你博士快毕业了吧 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刘曼琼被夜沉忽然跳跃的话题 闪了一下 争了争之后 便意识到夜沉岔开话题 肯定是不想让自己想起伤心的事情 于是便笑着说道 我今年夏天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 打算按照之前的原定计划 去一趟非洲 把一直在座的慈善 进一步落实下去 然后再回来找一份 和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继续做些 力所能及的慈善事业 夜沉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还要找工作 去你爸的公司 岂不是更好 你是家里的长女 将来她的企业大概率 是要交给你继承的 刘曼琼摇了摇头 笑道 我对他那套不太感兴趣 而且我大学到朔博一直读中文 对金融经济方面一窍不通 根本就做不来这方面的工作 说着 刘曼琼有些自嘲的调侃道 再说 你看我哪是一个适合做生意的人 小吃街到现在 每个月还有二十万港币的亏空 需要靠我老爸填补 如果他真把企业给我继承的话 我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把他的家产摆光了 夜沉好奇地问道 小吃街买多久了 刘曼琼想了想 道 十几年总有了吧 就是我老爸结婚那年买下来的 夜沉问他 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忘了 刘曼琼尴尬地说道 其实我对这方面并不敏感 而且那个时候 我年纪也不算大 我只是觉得 我就是想要保住那条街 所以才让我爸出钱买了下来 具体花了多少钱 我还真不知道 夜沉又问 那你怎么知道 每个月还有二十万的亏空 经理告诉我的 刘曼琼道 我没成年之前 这个小吃街 是我爸让人在负责运作 我成年之后就交给我来管理了 可我也不懂怎么管理 我想到的 无非就是还是保证大家照常经营 不去给他们涨租 另外就是小吃街一般环境都比较脏乱 尤其是垃圾和老鼠蟑螂比较多 所以我就要求经理安排专门的保洁人员 每天帮大家打扫卫生 清理垃圾 抓一抓老鼠和蟑螂这样 说着 刘曼琼又道 哦对了 以前每个月不用亏损这么多的 现在亏损的多是 因为人工一直在涨价 清洁工一个月都要一万多港币 所以亏空也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几万 到现在的二十万 话言一落 刘曼琼表情不禁有些羞愧的说道 做生意做到我这个样子 是不是挺失败的 叶晨笑道 我不这么认为 你那条小吃街地方那么繁华 而且面貌又维护的那么好 相信地价这么多年 应该也涨了不少 说不定翻了很多倍 至于你说的这点亏损 很可能连利润的零头都不到 是吗 刘曼琼忽然回过神来 一下子有些懊恼的说道 你说的对 我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往这方面想过 这么多年 我想的就是 好在我老爸生意越做越大 不在乎小吃街每月亏损这么多 但一直没考虑过 整条小吃街地价增值的问题 说完 他不禁笑着摇头道 我对做生意真的是缺乏敏感 属于天赋匮乏那一挂的 叶晨问他 你妹妹呢 她在这方面有天赋吗 有 刘曼琼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妹很厉害 在英国读金融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接老爸的班 所以在这方面非常努力 叶晨微微一笑 认真道 如果你不喜欢做生意 确实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事业 说着 叶晨问他 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刘曼琼认真道 中文系其实就业面比较窄 在港岛的话 最常见的就业方向和内地差不多 都是考公务员 除此之外 媒体和学校也是两个比较常见的就业方向 如果读到博士 那么去一流大学做老师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我自己也倾向这方面 叶晨惊讶地问道 你想做老师 对啊 刘曼琼点了点头 非常郑重地说道 教书育人 在我心目中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如果我将来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叶晨笑着问他 听说你在港大读博 将来想留在港大任教 刘曼琼沉默片刻 轻轻摇了摇头 开口道 毕竟港岛太小了 总是待在这里 会有些坐井观天的感觉 说着他看向叶晨 鬼使神差地说道 其实我有想过去内地看看 不知道叶先生欢不欢迎